奥运会任务结束后 大部分中国建而在国内受到隔离 也是他们宝贵的休息机会 在这次比赛中 中国乒乓球队非常活跃 没能把五块金牌都拿出来 有点遗憾 但在乒乓球领域 中国依然是霸主 最近 中国乒乓球女子队的李笋教练 率领四名选手参加了采访节目 谈到了外界关注的问题 刘诗文再次成为焦点 在不久前的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 刘诗文和许馨失败了 只能看到伊藤美成和水谷笋擅自庆祝了 赛后接受采访时 刘诗文流下了眼泪 现在又说起失利 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对于刘诗文来说 这个混合双打金牌的重要性 不亚于任何比赛的冠军 刘诗文的奥运生活太坎坷了 在伦敦和李约都没能取得女子单打的资格 2019年成为世界冠军后 刘诗文以为自己可以在东京做梦 但遭遇了肘部受伤 在奥运会前夕正式回归赛场 最后以顽强的毅力拿到了奥运会入场券 我没能站在单打赛场上 正因为如此 刘诗文看中混合双打的金牌 如果能获得各个项目的冠军 职业生涯也就完美结束了 结果 刘诗文不仅失去了混合双打的金牌 还因为受伤而错过了女子团体的比赛 尽管如此 刘诗文并没有恨天尤人 看到王曼旭跟着陈梦孙影沙 夺得女子团体冠军 在决赛中获得女子双打和女子单打两分 她很欣慰 对于国平女队的后背崛起 刘诗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让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岁的时候 也是如此充满活力和活力 她说比起让这位老将 获得另一个团体冠军 还是让年轻的王曼旭 实现梦想比较好 刘诗文还宣布 这次奥运会是她最后一次奥运会 虽然暂时不隐退 但可以预想 刘诗文的隐退时间即将到来 节目最后的李笋导演 提出要紧紧拥抱30岁的老手 这个场景很悲伤 关于刘诗文的未来 她表明自己暂时不退休 但她还没有完全考虑过 自己的职业生涯会持续多久 会持续多久 到目前为止 刘诗文有可能参加9月的全运会 有消息说想用女子单打的金牌 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由于国乒乓球的强大 全运会单打冠军的含金量 实际上远高于奥运会 世界乒乓球比赛等重大国际比赛 如果刘诗文能如愿以偿抢钱 也可以说是自己多年努力的证明 但是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东京奥运会是刘诗文的奥运绝唱 她也和王浩一样 成为了国乒乓球奥运会历史上 另一个可悲的人物